今天,我的承諾就結束了 一年之前,我承諾會回來頒獎禮 今晚之後就應該完結了 明天就會放置一天大假 那麼多? 一天? 一天 然後呢? 我跟老婆去祝國晚餐 然後繼續開工 有什麼特別的日子? 沒有,完了之後 即是慶祝一下? 慶祝一下,你拿獎 我又不是慶祝的 很久沒吃過 很忙的,還有病的 所以快點好了 星期六就回大陸做事 恭喜大人家,這個大頒獎禮 你會怎樣獎禮自己? 慶祝嗎? 我的禮物已經到了 我去年3月買了福士 是跟我一樣年紀的 你以資金這個大人家? 不是 找我藉口而已 我這幾天已經拿了出去 我昨天還撞到阿徐 在街上 撞到阿徐 撞到阿徐 我和阿神都還在說 那這一份是 如果它聖誕來 就是聖誕禮物 如果新年來 就是新年來 因為其實 這輛車在3月已經到了 但一路都不能開 因為它要搞那些 你知道老圍車 要搞那些牌子 現梳 收拾 各樣東西 終於9個月之後 就正式可以開了 很爽 這個感覺是 就是我一開門 就聞到那一股 已經有50年歷史的福士味 那 喜歡的就覺得正 就是我老婆一開門 一聞都馬上走 哈哈 然後她告訴我 你不要叫我坐這輛車 如非必要 盡量都不要了 很害怕你 突然間車我去 不知道在街上跪了 那我不知道怎麼辦 大人大姐這樣 嗯 這樣一個 LEGO 一個福士很喜歡 那它就 很任性地買 貴不貴的很便宜 就是比起現在的汽車 嗯 但是就 好玩 多少 二十幾萬 嗯 二十幾萬 那如果你比起現在的 動不動都 一百幾十萬的車 當然便宜了